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喊着穷穷穷那一刻吓到了 还以为是谁招的口号可以这么一致呢 后来才知道是电视上有位叫郭子前的人在模仿他 不过无数模仿中还是有让他卡关的 民进党前主席许姓良说话像是在唱歌 音会飘让他一直不得要领 甚至也有遭到本尊抗议的 洪秀柱就曾经抱怨被丑化了 最后因为效果十足 反而要郭子前帮他站台来助选 而至于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 还有这一次选举当中 他对柯文哲的神模仿 这样的能力到底怎么来的 背后又多了多少的功课呢 你快来看看郭子前A咖模仿天王之路 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 我们要存好心 备好了 好好的招待他们 15年来号称向心人的郭子前 模仿超过500个角色 各个经典 抗议国家的党中营 缩分开临面临团亲的时候 四部签诗已经出来了 你有没有觉得你模仿的时候 遇到什么是最难 你花最多时间去抓到他的诀窍 其实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觉得最难模仿的就是 民进党前主席许姓良 只要选总统 我就一定出来选 让台湾听到我声音 对不对 他讲话没有异扬顿挫 平的 异扬顿挫 然后呢 他有讲一句话呢 大概有几个音会飘走 你会听得不是很清楚 结果有一天在回家路上 突然有一个旋律经过脑海 我说 我就说 这就是许姓良的调 我跟民党没有什么样的情仇 他可以说 他每次选总统 他交500万 保证金 每次选不上 他都会没收 没收下次 我再交 我一定要选上总统 我还要聘请你到我 红海 龙洞办事处上班 靠着出神入化的模仿技巧 他既是郭董 郭董 郭台铭 郭台铭 郭台铭两个重点就是 我形容就是 君临天下 暮中无人 就两个重点就可以了 所以眼睛往上看 不是 往下看 但是暮中是无人 前面就算再有多少人 都是暮中无人 大家好 我是红海的郭台铭 今天有看台湾亮起来的朋友 领红海股票一张 也可以是柯P 只要谁当红 他就能变成谁 哇这个 拜托 人生没有如果 只有结果跟后果 你不要现在跟我说 你现在没有做 你以后会怎么样 你现在没做 你以后就是结果后果 就是找上你 我反正 这个 我会选上市长 也是国民党爱的 逼得我走投无路 才选上市长 但是选不上 选不上我就回去当医生 就这么简单 那个校也要学 你模仿的时候 就感觉这个人的神韵 被抓到的特色 真的 对啊 不过是什么时候 发现自己有这样的常才 当学生的时候 我都在学校模仿 教官校长老师讲话 那又刚好那时候 南强北调的教官特别多 我还记得有个教官 他就来消遣我们学生 然后他第一天上课 他就跟我们学生 消遣我们 你们父母亲 那个学期花个两碗块钱 在海专替你买一张椅子 就在海专替你买一张椅子 叫你来睡觉 我老早就跟你们讲过 把这两碗块钱 缓成同班 跟女孩子到海边散步 一块一块丢海会普通一声 但那都只是 学生时代的调皮好玩 真正让郭子前 在演艺圈 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之道 是模仿郭涛开始 这个讽刺 居然我长大以后 不会给这个小孩子办 因为没有必要 从此他也学着 模仿其他角色 注入更多戏剧效果 个人风格 吸进度 更胜本尊 像苏贞昌之前 他当 还十几年前 他担任台北县长的时候 那他有一次 在全运会上面 他就跟下面 大概四万人就说 大家好 我是属心穹 结果没想到 四万人就跟他 穹穹穹 他当时吓了一跳 他说谁教的这个搜索 怎么这么一字 结果他才知道说 原来电视上 有一个人在模仿他 然后他就 知道我在模仿他 他就特别去跟我聊了一下天 他说 我妈妈说 我儿子怎么 谁都要摆 每次出场 必能戳中观众校学 因此十多年来 尽管模仿夸张 倒也不会遭本尊抗议 唯一一次的客诉 是祝祝姐 我是国民党内议委 洪秀祝 他有一天打电话 给制作单位 制作人 他说 奇怪了 为什么你们模仿女生 都找女生去模仿 唯独模仿我 找郭哥来模仿我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制作人就觉得 不晓得该怎么回答 就说 那委员那没办法 那因为郭哥脸型 比较像你 那结果我一装上去 装扮上去 还真的好像 那甚至他那时候 选立委的时候 我还有本尊分身 一起帮他站台 遇过这样的抗议 但最后呢 是和乐的收场 他后来反而还邀你 去帮他站台了 那天到底是谁帮他画的 怎么画的这么小 你看 红秀书哪有那么丑 学谁向谁 一生令人经过的才华 靠的是日常观察的累积 尽管以工顶 站上模仿第一的魔王位置 郭子前学无止境 继续练功 只要坚持梦想终有实现的时候 就像郭子前小时也没有想到长大会变成大明星 但当他发现自己的模仿天赋后 完全专注在表演这一项 直到现在也终于发光发亮 郭子前说自己求学时期 书念得不太好 反倒是大他三岁的哥哥 从小就是自由生 现在还是台积电高阶主管 但他没有因为兄弟之间的比较而丧志 在就读中国海专轮机科 他在话剧社团表现很国药 退伍后宁可放弃八万月薪的船员工作 跑去摆地摊 当过酒店少爷 直到他找到演出的机会 至今他还记得第一次上舞台剧表演 就是全裸上阵 这个没有人要的角色 他想的却是只要能上台就很快乐了 后来又是如何进入电视剧连环炮做道具 意外被编导王伟中发掘的呢 来看郭子前的出道故事 电视节目连环炮单元剧 郭子前出登场 不是课班出身 出身之赌却不畏虎 原来读中国海专时 担任话剧社社长训练了台风 加上热爱表演 于是退伍后放弃一个月 近十万块的船员工作 但机会不来 他摆过地摊 坐过酒店少爷 那因为我的少年 我还曾经收到小费一千块 三十几年前一千块不得了 不得了 我只知道那客人说 为什么给我小费那么多呢 因为他说 你人都消费了消费了 我们国家不会送 你都消费了消费了 结果两千人报考 没一个录取 这戏怎么演 他就突然说 有一出戏 就是演这个 从大陆撤退来的一个将官 为了掩饰不了内心的折磨 因为他明明是战败 却要对外说 我是转进 所以说对内心的煎熬 是有冲突的 所以必须有一个角色 一个演员在舞台上面 必须全裸演出 坦诚地面对自己 有谁要演这个角色 我就举手 全裸 你考虑清楚了 没有考虑清楚 你就举手了 有演出的机会就举手了 郭哥其实很敢 很敢 因为你看 这个就讲到星座 双鱼座 它是温温的 可是讲到他自己 想要做的事情 他就冲出去了 对 因为我们在做梦 我想说 能够在舞台上面演出的话 多好 做了一个梦 那梦想成真的 你看这也是一个 星座的特性吧 天秤对天蟹 你没听错 他在分析星座 最近郭子乾 也是星座专家 如同表演一样 因为喜欢 所以学生时代 就开始研究 一专研超过三十年 我以前遇过 金牛座像台歌 台歌 台歌我真的一开始 我真的不晓得 该怎么跟他相处 因为他是便当挑剔者 那我刚刚讲过 双云座是烂咖 我们有便当吃就好了 吃饱就好了 这标准真的差蛮多的 这标准太差了 那你怎么办 结果就吃了 我吃第一次便当的时候 我要吃的时候 那刚好台歌就在后面 他说发话 这什么便当 给猪吃的 那我刚好要吃 我想一想 糟糕了 那这下吃下去变猪 可是不吃我肚子又狠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我最后当然还是吃了 那金牛座不是 他也有坚持嘛 所以他可以为了表演 不计形象 为了站上舞台 吃苦耐劳 当年他以舞台剧出道 但当剧场演员 实在辛苦 月入才两千五 后来他转入连环炮的幕后工作 即使是做道具 他也一边争取表演机会 我是一个美工道具 顾名思义 就是要做美工又要做道具 不过说实在 能当连环炮的美工 真的是很不容易 我演了十集而已 这个节目 这个单元就停了 可是呢 在这十集中间 我就遇到生命中第二个贵人 第一个贵人国修老师 第二个贵人就是王伟中先生 他当时在连环炮当编导 那我演短剧 我演一个谁 我演一个白痴 那我就开始演 那伟中哥看到了 伟中哥看到 他跟我讲一句话 哇你不演白痴可惜了 锅子前当这是称赞 因为他曾因过度紧张 恩之了三十六次 惨召王伟中冷言冷语 你要骂我什么 这个怎样怎样 白痴啊 离开地球表面啊 跟一群猪在演戏啊 然后那刚刚那场戏 就那两只狗演得最好 你什么形容词都讲过 我都不会哭 我唯独眼眶里面 有在打转的时候 是伟中哥讲了一句话 好了就这样播出了 反正这个演员也不求上进 我反而眼泪要掉下来 我不是不求上进啊 我只是当时演不出来 被骂傻了 之后在王伟中的 眼力指导下 郭子前磨练了演技 只是演短剧待遇并不好 还好他很懂得调适自己 那包括我在连环炮 赚了第一份薪水 虽然只有一万七 我会以这个一万七 当作我的最低的标准 我就说我人生 怎么混 如果一个月 能够超过一万七 哪怕是一万七千零一块 我都觉得我自己是进步的 双鱼座的乐观个性 让郭子前凡事看很开 但偏偏老天爱捉弄人 连环炮节目后来收摊 他经历过一个月 只赚三千的低潮 我也曾经有过一两年 一个月通告只有一个两个 一年 对 而且我那时候 最惨的是说看到同期的 都已经有节目在做 那我在混着 会有压力 工作不顺遂 但至少庆幸家人没反对 他出身书香世家 爸妈都是老师 哥哥是自由生 后来当上学者 现在还是台积电高阶主管 郭子前却走了一条 完全不同的路 在这样的家庭要进演艺圈 你没有遇到任何阻碍吗 没有 爸妈都赞成 因为爸妈刚好都关心我哥而已 所以你没有传说中的阴影 没有阴影 就让哥哥好 对 哥哥好 我育有容颜 我们现在反而爸爸妈妈会觉得说 他发挥他的研究精神 我发挥我搞笑的 想要表演的特质 反而无从比较起 虽然不像哥哥天生会读书 但郭子前做了一生最想做的事情 在自己的领域发光发热 今年54岁的郭子前一幕形象好 事实上他也真是个好丈夫好爸爸 与老婆结法19年 没有传过任何绯闻 郭子前说起两人相识的过程挺有趣的 他去买冰箱 任世来代班收银柜台的空姐 两个人交往三个月就闪电结婚 如今儿子都是八岁了 念文化大学戏剧戏 由于从小耳濡目染 有着跟爸爸一样丰富的表演欲 不过孩子读高中之前 郭子前完全没发现 儿子遗传他的表演基因 是老师的提醒 这才让孩子感念艺术学校 不过谈起小孩在学校很低调 很怕别人知道自己的父亲是明星 郭子前要不要栽培他当新二代呢 做爸爸的说不想给压力 倒是小孩心中已经做好决定 老板 欢迎光临 身份证 卡西 这是你啊 是啊 两年前郭子前演出舞台剧监狱兔 16岁的儿子杰瑞也嘎上衣角 全是不良少年 最后父子更互相较劲 背出台铁全部车站 台北 万华 板桥 树林 三家 英格 桃园 内力 中立 谱 抚兴 杨涯 杭梅 树冈 戮口 新丰 渡北 新竹 象山 七地 大户 坐桌大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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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统南 胜 高标 你也去过吗 从小看爸爸的演出 Jerry耳濡目染 和老爸一样 有着丰富的表演欲 这是他第一次面对媒体 落落大方毫不怕声 即兴考验也能随时接招 你会想要模仿柯P吗 柯P 这个我不知道 像不像三分样 其实郭子前的儿子 从小就很低调 不想人家知道老爸是谁 看到郭子前是我的爸爸 然后就会说 哇塞 你是郭子前的儿子 然后就一大堆围在我旁边 就说你是郭子前的儿子 郭子前的儿子 后来进到大学 知名度更高了 同学几乎都知道 郭子前是他爸爸 不过郭子前其实无意 要儿子跟他走一样的路 因为就连孩子有表演特质 也是学校老师先注意到 我在学校有听他们老师讲过 说大家都不想表演 但是麦克风拿给他 他自己上去 那老师是建议我说 你的孩子应该可以让他读 有关艺术方面的学校 我这真的是听从老师 要不然我们还是照一般学生补习 现在Jerry就读文大戏剧系 既然小小郭承袭了小郭的基因 是否就继承一波呢 继承一波我不敢说 我只觉得说照孩子兴趣去做 像现在不是有什么新二代吗 大家压力很大 我倒不觉得要把它标榜为新二代 新二代接班太过沉重 对儿子的未来 郭子乾不给压力不插手 倒是儿子早已定下目标 他生日的时候 他吹蛋糕的时候 我们就许愿嘛 他就许愿 第一个愿望 大家就平平安健康健康 第二个愿望 我就祝福我的事业越来越顺利 你不是在读书吗 你哪来的事业 原来他已经把他的科业当成事业在经营 我自己行间让我知道他的企图心 虽然明白孩子的心意 但荧光幕下的郭子乾 对私生活还是比较低调 别说让孩子出来表演了 平常几乎不曝光的 就连解法十九年的爱妻都鲜少现身 而谈起郭子乾的爱情故事 算是一见钟情 当年因为装潢房子欠一笔钱 当时空姐老婆是家具行会计 打来催款 牵起了姻缘 我说刚刚是你打电话给我 对是我打不好意思 我说不会 你电话几号 他认了一下 怎么要他的电话 我说搞不好 我哪一天约你出来玩 他当时觉得说 演艺人员都随便说说的 他就真的把电话给我 没想到我就记住 那我还问他说 那你这边当会计 怎么感觉你的气质不像 这边当会计 他才说说他以前是当空姐的 那刚好下来休息三个月 他本来要考其他的航空公司 准备要再飞出去了 刚好被我中间拦截 那我就说你不要再飞了 因为我很在乎你 虽然没有白马王子般的长相 但真情告白打动了家人 两人交往三个月就闪婚 至今19年了 林飞文 全靠姑子前 洁身自爱 建立幸福家庭 也奠定他在演艺圈的好形象 这一次九合一选举过后 蓝绿地方版图大挪移 也出现许多 未名喉舌的新面孔 像是首都台北最年轻的 新科议员是他 年仅28岁的林亮君 当选后整个礼拜 每天都有扫街拜票的行程 不过从政从来不是他的人生选项 就读研究所之前 他的志愿是当新闻主播 参加过我们三历的校园主播征选 后来念法研所 他又希望能当个好律师 不过这些一个都没有实现 会走上政治路 其实是跟妈妈大有关系 带你认识雷亮君的从政路 走在小雨里穿梭市场摊饭间 省钱千声万声地拜托 选后全化为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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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服务处就是竞选总部的地址 好漂亮 好年轻 几乎是每位乡亲 见到林亮君管子村直觉地赞美 但如同林家女孩 28岁新科地缘林亮君 却没有一点新人的羞涩稚嫩 她沉稳坚定握起美人双手 不管是支持她的 没投票给她的都不放过 真的非常感谢 谢谢 非常感谢大家的照顾 这么让我痛苦 选间长城市场扫鞋拜票 她来了四趟 加上今天的市票春旅 走了五遍 一谢又是一个半小时 喝我们的福 这天的午餐难得可以坐下来 有时候是完全没有空吃饭 或者是我的助理就会跟我说 就我还刚拿到便当 他就跟我说 你现在只有三分钟 这样 对 我说三分钟 你现在只有三分钟的时间可以吃 大概八两口饭就要把它赶进去 跑行层真的很累 但是也没有瘦 你不会 我的晚餐都是变成宵夜了 四百多个艰苦日子 终究也熬过去了 在有限资源下 林亮君靠着一步一脚印 走出自己的路 这一刻跟党内所有热腾腾出炉的新生排排坐 如同梦艺场 因为从前她跟一般女生一样 生活很简单 喜欢说话聊天 爱唱歌 当着镜头高歌 而且现场还不只有我们 林亮君太羞的脸颊脖子都泛红 但她是真心喜欢唱歌 从歌唱中她获得输押 就像竞选期间 郝景峰竟然就跑去参加歌唱比赛 比赛报回第二名奖座 一新人之资参选市议员 她也获得一万八千多票的肯定 但重振从来就不在人生选项中 按照我念研究所接下来 我应该就是考律师 然后去律师事务所上班 就成为一名律师 不过念研究所以前 女孩的梦想其实是当主播 七年前三立新闻主播海选 还在读师范大学的她 月月欲试 最后决定爱上你 千万寄出场戏 刺激收视奏效 以前就我是练朗读出来的 然后就也觉得 很希望有一个很专业形象的工作 然后就是又想说 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到电视台当主播 结果当年的我的志愿 一个都没达成 反倒奇妙的 与八杆子打不着的政治 有了牵连 故事发生在高中毕业的那年暑假 深绿爱听争论广播的母亲 改写女儿的未来 那个广播节目是有网路直播的 然后上面旁边有一个聊天室 然后简约正在上节目 然后她的电话就一直响 她就在聊天室上面打说 有没有网友可以帮我打电话 给我的办公室主任 然后我妈就说 妹妹妹妹妹 你赶快去打一通电话这样子 女人就说 是哪一位新的网友帮忙打这个电话 然后我妈就说 在找你你赶快来 我就说是我 简约彦问她 想不想到施议会打工 从此开启林亮君四年的助理生涯 后来研究所期间 又投身社会运动 太阳花学运结束后 她与林飞凡等人成立了主张台独的导播前进 亮眼外形因此受封导播女神 如今女神挑战议员 却是代表只成立三年的时代力量 披上战袍 政治立场生理的父母很难谅解 我决定要出来选的时候 其实他们是 一刚开始是很反对 然后也很担心 对 就是他们 我妈甚至是晚上偷哭 这样 对 就是因为她会觉得说 为什么要这么辛苦 参选路上满不惊奇 但一身拼近的灵亮君无所畏惧 期待用年轻人的力量 为政坛注入新能量 双北在这次的大选都出现了新面孔 继续这一位同样也是28岁 立委助理戴伟山 第一次参选市议员 就以第四名前进新北市议会 1990年次的他 台大政治系毕业 其实过去是担任立委吴思瑶的助理 她有国会理应爱的称号 出生于高雄公务员家庭 父母原本期望她 寻着多数人的人生 找个工作嫁个好廉价 只是没有想到外表柔弱的她 最后选择投入选战 带你来看这位正妹高材生 如何用热情与理念 赢得选民的信任 现在不玩意了 是 对 我刚不玩意 刚下节目 最近都是这样 最近就是一直在忙一些 卸票行程 手拿咖啡 肩步走出摄影棚 新科美女议员戴伟山 选后马不停蹄就上工 跑星辰上通告 脸上笑容藏不住 因为第一次参选 就成功前进议会 我等一下又要赶回服务处 去做一个选民服务 对 因为选民总是 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现在是中午时间 所以我们现在 像我平常都很少吃 包括我在选举的时期间 有时候真的 中午就是随便塞一个面包 还是喝一杯咖啡 喂 吴爸 多谢啦 多谢你给我帮忙 就连搭车空档 都没忘了打电话卸票 有着俏丽短法 和清澈大眼的他 因为神似恒星敏 爱 就曾经被网红蔡阿嘎 评为十大正妹候选人 在新生代候选人中 力方便势度超高 十大美女 你们真的有看到新闻哦 有啊 好 谢谢 大哥干嘛 没有在吃饭 有啦 我有吃饭啊 我怎么这么瘦 一场选举下来 体重掉了四公斤 就连选民也想秀秀 不过他说别担心 姐姐平常又在练 不管是慢跑 马拉松或登山样样来 每周至少两次的运动习惯 练就好体力与好身材 目前单身的他就透露 跑步其实是两年前失恋 所培养的好习惯 就晚上进去跑一跑 跑到自己累了 然后回去赶快洗澡就睡一觉 那时候是这样 就像这样度过失恋 对 没有错 虽然失去了一段感情 但也换得了一个健康的身体 好像也稳穿不赔 好 漂亮 进来 虽然17年参证没有资源 但他就这样靠两只脚走 骗板桥搭街小巷 抢工的不只是窄窄选票 许多妈妈看到他 都抢着来个大大拥抱 赞费 赞费了 谢谢 来 大家都要 要一样 要一样 谢谢 我给你票 都贵了十票 谢谢 我们公司都说 三重者都说你好可爱 对选民来说 他就像林家女孩般亲切 第一次参选拿下板桥第四高票 党内第二高票 在民进党一片惨况中 备受选民肯定 如果还要继续造建的话 就必须上银行来买回 那这样子国防部 是不是被剥了两层皮呢 人民的纳税钱 是不是就这样浪费呢 美女此刻比外星更比实力 上政论节目辩论 炮火猛烈 年仅28岁的他 台大政治席业 从小最大愿望 是想成为一名战地记者 美国跟伊拉克打仗之后 其实很多外国记者 他们就驻外 就到了战地去访问 那时候就曾经有想往说 好想要把英文许好 好想要去当战地记者 看似柔弱的外表下 有着女汉子的建议性格 来自高雄的他 父亲是老师 母亲是公务员 非典型的正二代背景 对政治的启蒙 是在大一时参加野草莓学运 最大的就是年轻人 原来年轻人 我虽然不在社会上 有一个重要的位置 但是我们集结起来发声 我们还是可以得到一些 贺阻的效力 学运的震撼与冲击 在他心中发酵 大学时期就毛岁自荐 争取担任立委吴思瑶的助理 插点引发家庭革命 那他们对于女生的要求 可能也就是说 希望你加个好家庭 那加个好好的能工 女生为什么要这么辛苦 那所以我常常都得跟他们 具以力争 具以力争 就是说 其实做这份工作 是可以实现很多理想 六年立委助理生涯 上千件选民服务 培养出专业度与经验 挟戴着亮眼外形 代表民进党成功突围议会 小清新大获全胜 台湾新科议员受瞩目的 还有这一位 非常巧 也是二十八岁的高材生 牛许廷 人称小牛的她 是政治大学外交系 伦敦政经学院硕士毕业的 之前从伦敦回故乡 带起了桃园小学 踢足球的风气 而这回呢 她是以五党籍的身份 第一次贪选 就拿下归山第三高票 乡亲父老们 也从一开始问你是谁 到现在谢票 人人可以喊出她的名字来 而新世代就选战到底怎么打下江山的 她把从小长大的故乡 龟山 空拍城 影像故事 借此来说明从政的愿景 我们也问到她到底为什么要参选 她开玩笑说 这是要帮爸爸来报仇 她的父亲牛连是新党创党的元老 两次参选都失利 一开始妈妈并不支持儿子也参政的 但家人从反对到三代力挺 这过程促使牛许婷更全力以赴 各位文化里的乡亲朋友们 大家早安大家好 我是市议员当选人小牛牛许婷 感谢大家在选举时 愿意给年轻人和新政治一个机会 站上宣传战车 穿梭桃园龟山大街小巷 麦克风喊着满满感谢 小牛牛许婷 再次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与爱护 谢谢你们 由你们称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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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挥手笔赞 一路上民众热情回应 这是28岁的牛许婷 已经十多个月煎熬奋战 第一次参选就高票当选 她献名 谢天 感谢神明保佑 带着团队前程还愿 这场战役家人也没有缺席 陪着来 那是谁 辛苦了 辛苦了 谢谢你们 谢谢 你准备怎么宣誓要帮地方做事 好好的 谢谢 老爸一旁带着谢票 夜当前倒车带路 妈妈则上上下下 在前座坐证 速速速速 我过来 家人是她最大后盾 但其实选举她并不陌生 七岁时就像这样 拿着麦克风 帮爸爸参选过议员 1998我爸是舞蹈级去选 他之前很有创业 我爸这个非常有创业 他说麦克风叫我儿子来喊 所以我大概是 就是全台最年轻助选员 七岁 七岁没到八岁 就喊他就写一个简单的稿子 然后说爸爸好辛苦这样这样这样 我有印象这样 对政治算是说不陌生 那也不排斥 后来高中的时候选社会主 对 确实是有这样子的关系 父亲牛连是新党创党元老 参选两次都失利 后来当起政治幕僚 这没有交习牛雪亭的政治热 OK OK 踢好 姐 带 带上来 带一步 给 难道爱踢足球的他 在高中社团中 带起桃园足球热潮 这一踢更提进自己的政治路 高中的时候开始加入社团 然后就开始知道 与人之间的那种互动很重要 然后还有怎么样团结一群人的力量 一起来成就某一件事情 这是我一直 在高中开始踢球之后 就对这件事有很深的憧憬跟热情 所以他等于算是有开启 开启我参与这个公共事务 很重要的一把钥匙 我们从高中就知道这件事情 从高中他就有这样子 对 他就有这样的理想 后来念政大外交系到英国 取得伦敦政经学院硕士 回台真的要参选议员 妈妈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妈妈就是这样 就是可以不要吗 可以不要吗 因为我爸已经选过嘛 然后就是也是 没有到请家当财 但就是全力以赴 然后很努力 然后占到这回馈 但是结果让人很失望 所以我妈其实是蛮有硬益的这样 心里有一个卡一个节奏 他竟然选择要选取这样子 我们私底下来讲说 是要帮我爸报仇 我觉得我主张我们的政治 应该有一个侧头侧尾的改变 是不是王子复仇记 他砸下所有存款 开家族会议取得共事 两百多个选战日子 他自治龟山之身请开奖 从三个人到一百多人 用爆米花 热浆茶 冰棒 一步步和选民拨干净 他的决心家人也看见了 97场的演讲会 基本上通通都有爆米花 那这个后勤补给作业 其实也是蛮麻烦的 那跟那个爆米花都 跟那个爆米花机都爆出感情来了 但是那个只是一种 在选举过程中间的一种 情感上的传达 让大家比较轻松 有一点点热闹 有一点点那个 那这个当然在传统的选举 文化中间他是看不到的 我们喜欢人有决心 因为有决心才代表 他会有源源不绝的动力 而且是一个态度 对 然后在那次里面 我们看到他的决心 对 很清楚的 对啊 还是在空地起飞好了 对 好 甚至他颠覆传统 本乡作为电影 帮龟山人保留记忆 这里是桃园龟山 最完整的农业区 也是最后一片净土 它叫枫树坑 新科医员刘许婷 他善用空拍机 进入这里的一景一物 用影像说故事 也被选民认为 这是看见台湾版的 看见龟山 这几年 在地方社造人士的 呼吁奔走下 成为全龟山最重要的 乡土教学场域 龟山随着桃园的升格 经济迈动已久发展 但新北市的林口 却成长得更快 一条中山高 切出一块台地的两种命运 拥挤 公园绿地不足 大山顶地区更面临着 人口老化 公寓老旧的双重挑战 从农地教育到议题 他用九支影片 说故事 谈愿景 当初最早的时候 我们只是想说 要参选的时候 你要开始重新找回 你跟土地的认同 所以本来是预计写 无实则短文加图 可能照片的故事 当初是这样 后来想说 那不然来把它做成影片好了 就变成用短影片的方式 就是龟山故事为电影这样 那纯粹是一个 年轻世代回头看自己家乡 然后希望留下自己家乡 记忆的一个努力 或许就像他说的 新世代返乡 要当最牛的龟山人 未来四年是舞台 也是牛许婷挑战的开始 就在蓝绿政坛 都喊出世代交替的 此时此刻 人民用选票 给了新世代发挥的舞台 也期待未来 交出令人信任的成绩单 我们休息一下 下节节目还有更多聚焦 光泉长孙女 脱离家族接班梯队 以台湾品牌 由闯纽约时装周 欢迎回到台湾亮起来 纽约时装周 一直被视为 时尚四大秀的最高殿堂 这些年有好多台湾设计师 就在这里发光 竟要带搭认识的这一位 34岁的汪丽玲 风格非常前卫 她擅长用光影效果 和科技布的搭配 不需插电 就能够自体闪闪发光 自创品牌 短短一年成功登上 纽约时装周 一炮而红 尤其是她 结合了颠覆传统的跨界合作 帮出道30年的霹雳布袋戏 素环甄嬛新衣 更是代表作之一 但您知道吗 镜头前满满活力 笑声动作 毫不扭捏作作的这位设计师 其实来自光泉集团 还是创办人的长孙女 不过当弟妹们 都按照前辈安排 在家族企业站柜实习的寒暑假 她很早就立定志向 朝着设计家的路走 不靠家中精元 大学到处实习打工 后来在伦敦念研究所后 又毛遂自建 到台湾纺织所来实习 只是原本充满企图心的她 在27岁面临严重的考验 检查出眼睛视网膜 破了好几个洞 必须开刀修养 让她不得不中断血液 而低潮时期 她是如何走过的 又在科技布料 找到自己的特色呢 带你来认识 时尚界新星汪丽玲的故事 山光天下若隐若现的 彩虹色调 过去中国节编织船上身 惊艳纽约时装周 还有布袋戏男主角 素环针的新造型 白道紫建层 闪闪发光的科技感 背后设计师是她 光泉千金汪丽玲 这就是你的秘密基地 这套好特别 看起来好像是金属 很难做 这套就是为我们每一季里面 都一定会有高定的系列 才走进汪丽玲的秘密基地 阴光闪闪的这套麒麟装 就先吸引目光 因为就是受了舒环镜影响 然后又延续到了我自己的系列 那因为素环针代表的圣兽是麒麟 所以我们就把麒麟的形状 它的脸的形状 融入到了这一件衣服的线条 所以这是触角 对啊 然后眼睛 眼睛 就利用它胸腰 然后整个裙子 呈现了麒麟的样貌 对啊 这个最特别的就是 明明看起来金属材质 可是摸的时候它触感是软的 像金属又软的能随意塑形 不止汪丽玲手上这一件 她的工作室设计涂上 满满闪光布料 这全是受素环针影响 这影响了 所以是我们今年素环针影响我们很多 所以我们的颜色才会 这一季的颜色才会是白色银色 像这样啊 因为大家一定有看过霹雳素环针 他们的袖子一定会像这样 长袖飘飘 宽宽的 大白安把素环针想法 融入日常服装中 王丽玲对布袋戏如此有感 其实是有着童年跟爷爷 看布袋戏的回忆 爷爷带我翘班 不是翘课的时候 去 我记得 我真的有几次印象 是在庙口还是市场 我不确定那个时候 我有沒有看到素环针 可是我就记得那个丑角 那个情犯假仙 哈梅冷气 对 哈梅冷气那一些 因为他们真的很好笑 哈梅冷气很酷啊 他就是 他其实很聪明 就是一个谐心 可是我觉得我也蛮像一个谐心 就我比较不是走 就是这么正规的路 从小被爷爷捧在手掌心的光圈小孙女 笑说自己不走正规路 会爱上车红 喜欢服装 是国中一趟美国游学 立定的志向 那个Holstay 还有另外两个欧洲的女生 就我觉得因为都是同年纪的女生 可是就是很明显 就是我们那个年代 还要剪头要剪这么短 是有法径的年代 对 那是还有法径的年代 对啊 然后 就我那时候去的时候 就跟小男生一样 可是跟我同年纪的其他欧洲女生 非常漂亮 非常会打扮 然后我就是有被他们 教导了一下 还有看了重要的杂志们 时尚杂志们Vogue这些的 然后后来就开始跟他们交流 然后后来然后到我回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一定要看 我就想要高中开始就开始准备 我以后想要做服装设计 往这个方向 你有看到吗 它有点像霓虹灯 就是不太神奇了 肉眼看跟冬夏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光产生好感 是大学念服装设计时 汪丽玲的兴趣 甚至国高中韩属下 弟弟们被叫进家族企业实习 只有他不改初衷 我大伯 我爸爸他们就是很小 就是要求我弟弟他们 他们其实有要求过我啦 只是我觉得我就是没办法 我跟他提议 跟我大伯提议 就是我想要帮 就是家里做更棒的广告设计 然后更做这些广告 比较是设计类的东西 然后大伯就是 建议我先去站柜 然后先了解客人的喜好 还有这些什么颜色吸引人 或是怎么样的摆会更好 那你当年真的有去试着站柜 你就跑了 这一跑 王丽玲跑更远了 大学毕业后飞到英国伦敦念未来才职 不回老家实习 反倒毛髓事件寒暑假 去台湾纺织所当免费抬劳 当年跟着纺织所组长 沈乾隆累积了不少光布料的设计养分 但老天爷似乎没有眷恋他 戴着眼镜背后的秘密 其实是27岁留学时 和妈妈一起被检查出 视网膜破了好多洞 因为我眼睛本来就没有那么好了 然后你又熬夜念书跟那个 就熬 熬夜已经算是念设计的一个基本 所以就是本来一定会晚睡之外 然后你又开着暖气睡觉 然后很容易你那个眼睛的 里面的水分被吸干 然后我的视网膜就破了很多小洞 人生 因为我觉得我一路走来的意外还蛮多的 我觉得那时候大概是 这三十指南人生最糟的时候 可是那时候我开始做了工作室 然后反而就是案子就从来没有断过 就是有各种不同的奇奇怪怪的案子 可是都是我觉得 就好像都是别人觉得难的难做的 然后都会到我这里来 就是那些都是我喜欢做的 人生最低潮时复学不了 留在台湾回到防治所 在LED和科技部上 用镭射 用炫光 亚克力等找到灵感 作品也开始展露头角 给你穿 好 我们加持一下 先看看 帮我把它换上来 好 我帮你啦 通常觉得老师是一个贵连金带的孩子吗 他是啊 我也是 而且他有想法又有行动 然后又有热忱 对 好 我觉得是不简单的一个设计师 台湾希望看得到 台湾的希望 压里有点大 转一圈 你有灯花走的一天 快点 快点 表情夸张 不扭捏作作 这就是王丽玲 后来他自创品牌 连续两年登上纽约时装周 这份荣耀得来不易 最感谢姑姑和大伯 姑姑跟我大伯 他们都很支持我 就是他也帮我很多 对啦 因为他们都 就他觉得他看 他觉得我 他觉得我会成功 所以他就一直很支持我 在别人还不见得看好你的时候 姑姑是很重要的力量 对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我还对我 淘气潇洒的个性 没有晶圆 设弃光环 就像年年许的愿望一样 更顺利 然后赚大钱 加加分 所以你的愿望是赚大钱 对啊 不然这么难干嘛 累死了 在外人难懂的企业家族 34岁的汪丽玲 勇于挑战自己的梦 这是每个人的人生 然后就是我选择这样的方法 然后来证明我自己 对啊 就是跟 应该跟家里没有什么关系 可是就是 嗯 因为你每个人活着 你还是要有自己的信念啊 这一些的 然后 就我觉得我可以 对啊 就我觉得我可以 做到今天我已经很开心了 欢迎回到台湾亮起来 在今天的节目 从政治模仿一哥 郭子前的人生故事 到热腾腾心出炉 三位二十八岁 魏名喉舌的新世代准艺员 以及不靠光环光环 自创品牌 勇闯纽约时装周的设计师 汪丽玲 他们分属不同的世代 但都有着共同点 起跑点不如人 即使过程充满挑战 但是他们对自己的选择 勇敢负责 全力以赴 最终也都脱颖而出 靠实力证明自己 是可以被信任的 今天节目提供给您 也希望透过台湾亮起来 能够让您感受到 一股向上的力量 三地秀台湾 我是郭亚慧 我们再会 低潮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看得开 当然看得开 很难做得到 但是你必须这样做 要不然你日子怎么过 当你在想负面的情绪的时候 你想做的正事 也一定做不好 那你不如开心地 去做这件事 反而会得到一定的效果 感谢观看